这五年了 你终于又回来了 周生机 这一次我一定会亲手毁了你 让你为做过的一切 付出代价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生 也是我们之间一切面缘的开始 他是林鼎大名的亚光集团总裁 首长生长所有人的生死面缘 当然 是包括我的 谢谢 走我女朋友吧 你说什么 走我女朋友 周生先生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吧 这跟第几次见面有关系吗 抱歉 我想 我们不合适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 做不做我女朋友 对不起 可我没有想到 水墨周生机的后果 是下石破碎 我们应该也占有自身 做了变工的哥哥 也应该我占有的感触 不行 不能这样 周生先生 对不起 当初拒绝你是我的问题 对不起 我求求你 你求求我哥哥 只要你能救我哥哥 我可以替你当下人 我什么都可以 我要你做我的情人 我要你做我的情人 这是陆大的脚脸 你 你啊 毫无忍心 为了哥哥 我备受羞辱却给你小心翼翼薄冰 我是阮家的继承人 你们算什么 可即便你死 明明会继续放过 放开 看着我 看着我 你看清楚吗 你是我周生起的女人 其实我一直都在想 看起来这么有骨气的女人 为什么愿意待在这里被羞辱 你到底有什么 无法离开的理由吗 哦 我听说在阮家气下医院 住着一个叫夏沐营的男人 不要意味的去去 你我知己 想想那个 我知己 很好 你要干什么人呢 我可不会对他做什么 真正讨厌他的人 可是锦 你什么意思 你不了解锦吗 他怎么能允许自己的玩物 心里还住着别的男人 即便那个男人 是你的清风 一定不是我想的那样 一定不是 这根本就不会对我 下轻 谁带你来这里的 我哥呢 向明 去胜 死因是心机可色 下轻 有什么话我们先回去再说 你不了解锦 他怎么能允许自己的玩物 心里还住着别的男人 即便那个男人 是你的亲哥哥 我到底 有多么可笑 下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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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好点了吗 好得不能再好 像不像死了 我在这个世界上 再也没有亲人 再也没有亲人了 再也没有亲人了 此刻的我 将全部属于我的主人 你 是不是不能再好 你累了 好好休息休息 好久不见呀 你怎么进来的 真是可笑 这是我们阮家的遗愿 看到了吗 是锦送我的 我们订婚了 就在下周五 只可惜你现在这个状态 没办法出席了呢 那就祝福阮小姐 不好意思 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 请你离开 你现在这副样子 让我想起了你的哥哥 夏沐阳呢 他也是在这个病房里 是锦 亲手拔掉了他的氧气 我到现在还记得他那副样子 他的呼吸 越来越挤措 对 就像你现在一样 他也抓紧了床单 眼球甚至都凸起了 最后一点点 失去了意识 倒入床上 真是可笑 你给我闭嘴 是你 是你们害死了我哥哥 我要让你们付出代价 代价 真是可笑 锦他根本就不爱你 你只不过是他一个 想掌控在手里的玩物而已 最后再告诉你一件事 你以为他只杀了你的哥哥吗 他在你婚姻的时候 打掉了你肚子里的孩子 什么孩子 他要打掉这个孩子 而你 只不过是他一个卑贱的情人罢了 好 游戏结束 是我赢了 居然哥哥 帮我联系一下院长 你想要做什么 我曾经无数字的忍耐 退热 甚至幻想过周生井会有一丝人类的情形 但是到现在我才明白 在他们眼里 我不过是一个随意摆弄的玩物 神秘 也从来不值一提 我失去了父母 甚至是孩子 不要让周生井 付出殆尽 就算是 我也一定要把周生井 破坚地狱 回家 复仇的第一 我想我还是 夏晴 周生 我没有 有人吗 救救我 呃呃呃 你没事吧 谢谢你 为什么来看我 我们是朋友啊 你受伤了 朋友 我就是个见不到光的死生子 你要和我做朋友 周生辰 你没有做错过任何事情 为什么老生这种卑微的字眼 来形容你自己 还是第一次有人跟我说这样的话 在这里 所有人都觉得 我是肮脏且多余的 你一点都不多余 你知道吗 因为你 我才觉得 在这个冰冷的庄园里 有一个可以取暖的伙伴 是你吗 你是谁啊 你刚才说的那个名字 我好像没有听说过 是啊 你不可能是他 你走吧 我不知道你在这儿有什么目的 但这里是周生家老宅 不允许外人进 如果是别人 可不会像我一样轻易放你走 抱歉小城 夏天已经永远死在了那场大火里 这个世界上 只有从地狱里还会来复若 复若生 天哪 好漂亮 那个人 说他是还来制造叶龙头 附加大小姐 周生辰 复仇路上最重要的朋友 我必须以傅洛生的身份接近他 让他相信我 我们打开课本 第十八页 又见面了 可以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 我有预感 我们能成为很好的朋友 周 周 升 陈 后座朋友没什么好下场 还有 我劝你 最好不要在我身上 浪费时间 周生辰 你这种下贱身份 也敢跟傅老师说你姓周生啊 你还敢撞我啊 你知不知道我是阮家的小少爷 嗯 怪不得感觉这里有些眼神 原来是阮那的表弟 傅老师 这周生辰 就是周生家的养子 他根本不是周生家的人 我好心提醒你一句 小心你这些风话传到周生家去 你什么意思啊 周生辰姓周生 你侮辱他 不就是在侮辱周生家吗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周生辰就是个冒牌货呀 所以 你是在指责周生家住 毫无眼光 我没有 你这是在诽谤我 我刚好认识周生锦先生 等下次见到他 我就会告诉他 你侮辱周生辰 至于原因嘛 你看不起周生家 不 傅老师 求您别 别 别告诉锦先生 可以啊 跟周生辰道歉 什么 我再说一遍 道歉 对不起 不过他说的没错 我身份低微 说是养子 其实就是周生家演的一条 轻轻化的动物 我觉得你没做错什么 你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 不是吗 我觉得你没做错什么 刚刚为什么帮我 我的直觉告诉我 你是个好人 真是可笑的直觉 我是周生家收养的狗 处理着周生家所有上不了台面的事情 别以为你帮了我就能借此接近我 啊 我不需要朋友 你最好离我远一点 周生承认了好多 我以为我靠近他 经理他却把我推得更远 为了合作顺利 我必须更主动 好 时间差不多了 你在这干什么 周生承 可以解释一下吗 这么巧啊 你住这儿 或许你想来我家坐坐 好 我做的蛋糕 新邻居 要不要邀请我进去坐坐啊 不要 啊 啊 哎你 嗯 嗯 怎么样蛋糕好吃吗 好吃啊 你要不要尝尝 嗯 谢谢啊不用了 那 你干什么 我以为你啊 你不是最喜欢被饶了吗 嗯 你害怕了 这样的表现可不过关啊 傅老师 你接近我有什么目的 我又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了 听不懂的话 你可能走不出这个门了 嗯 你要做什么 如意所见 沙发里都藏着枪 你跟周深锦 倒是一模一样 这就有点儿 让人害怕了 所有人都说你是周深家的走狗 嗯 但只有我知道 你对周深锦 对整个周深家 有多大的仇恨 但你为什么要向周深锦下跪 是因为你惧怕他的权势 还是你觉得你自己完不成复仇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我接近你的目的 大概 就是想要一个答案 那你现在得到答案了吗 是的 周深辰 你仍然对周深锦 对整个周家都恨之入骨 晃巧 我也一样 我们合作吧 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和你好 凭我知道你是周深锦的私生子 这件事够吗 知道这事的人不在少数不少 好 况且我是不是他亲生的重要吗 我还知道你的母亲 是被周深锦害死的 你比任何人 都要记恨你的自己 够吗 知道太多事的人往往都要被灭口的 尤其是当着周深家的走狗 周深辰的面前说这些话 知道太多事的人往往是要被灭口 果然是好身手 周深家的走狗 还故意记得我 是啊 谁让你故意伪装成 这么令人讨厌的样子 陆老师 你还真是幼稚的可爱啊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我要进入亚风集团 所以你找我合作 就是为了让我帮你进入公司 当然不是 亚风集团每年都会选拔实习生 我可以通过测试 那个选拔可不是有的那种 至于其他方面 我早就安排好了 那之后呢 我已经掌握了周深井核心的把柄 等我进入集团 我会想办法找到他 核心把柄 是什么 你也一样需要我手里通过 周深井和叶先生的勾当 就是我在一起 但是太危险 小诚不该吃 抱歉啊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但这项把柄 足以击垮周深井 周深城 我真的需要你的帮助 等我亲手把周深井拖进地狱 作为报酬 亚风集团装饰 合作吧 很抱歉 我暂时还不能很 很抱歉 很抱歉 我暂时还不能和你合作 为什么 我想你对周深井有很大的物件 它不可能有把柄 也不会有什么软利 我们之间没有合作的机会 对吗 也不是 等你先进亚风集团 我再考虑考虑吧 我先睡了 今天的面试官 居然有王杰 三十分钟内 完成这项虚拟项目的账务 现在开始 半个小时 普通公司的正式人工都不一定能完成 这居然是让工具团队实施生的要求 这个账户信 有什么问题吗 哦 没事 你们的表现让我很失望 全部不予录取 我觉得你有必要 再看一遍我的试题 注意你的态度 你知道你在质疑谁的判断吗 不好意思啊 你们刚才给的项目资料中 就有账目不齐的情况 你也发现了 对吗 你 安静 你刚刚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为什么不当场指出这个错误 这是职场 金金指出错误 又有什么用呢 我刚才把账目 修整之后 然后找出了错误原因 你可以看一下 恭喜你 通过面试 谢谢 那么接下来 我可以入职了吗 王杰 我找你半天了 锦他在 阮呢 他怎么来了 你是 阮小姐 这是刚刚通过面试的实习生 傅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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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女人怎么这么叫下棋啊 有兴趣来我们市场部实习吗 我那正好缺人 不好意思啊 我面试的是财务部 可是我看中你了 你作为公司的员工 应该服从调动吧 你做个选择 是来市场部 还是直接离开 好的 我明白了 阮那是故意的吧 这些工作今天根本做不完 我以为你能通过王杰的面试 能有多大能力 没想到 最基本的报价都能弄错 阮小姐 这份报价是苏菲当时给我的错误文件 我们交接的时候 她并没有把原始资料给我 这个真是太冤枉我了 报价就在这儿 这个不能怪我 这些外壳一样的文件 你能迅速准确找到 你也真是挺厉害的 够了 文件就在你自己的桌子上 你自己没看见 难道还要怪别人不扯 下周有个慈善懒会 你负责和星空交响乐团对接部分 如果再办不好 就给我走人 现在都到约定时间了 乐团为什么还没有来 我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 笑 这不是傅小姐吗 怎么在这儿站着呀 不进去 准备乐团表演呀 乐团没有按时到 你看起来一点都不惊讶 那天乐团经纪人来的时候 你可是跟我一起 各意送他们离开 怎么 自己工作失误 怪到了别人头上 你 苏妃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好欺负啊 还是觉得 我要让你消失 是件很难的事情 我告诉你 我们傅家手下 有上千艘船 你说 要是把你随便 丢到某个荒岛上去 是不是听起来挺有意思的 不要 不要 怕了 那你说说看 阮娜吩咐你做了什么事情 他 他就是让我 让我在乐团离开的时候 跟他们说错误的时间 去重新化个妆 要是阮娜看出来 会有什么后果 你心里有数吧 嗨 周深辰 怎么样 进展还顺利吗 好可惜啊 失败了 我马上 就要被赶出亚风集团 演技有点拙劣了 对于傅小姐来说 解决这种小事小菜一叠吧 所以 你会帮我吗 当然 会 没关系 那我再换个问题 周深锦 今天会来吗 你要做什么 我当然可以上台演奏了 他不来 很好 他果然不在 我不是说让你搞砸这场宴会吗 我不是说让你搞砸这场宴会吗 为什么让他这么大出风头 抱歉了 阮总 我也没想到 天呀 周深先生怎么来了 对呀 周深先生怎么来了 周先生 他怎么会来 他太熟悉我的演奏技巧了 冷静点 不能让他看出破绽 安静 继续 你是谁 你是谁 告诉我你是谁 傅家的小女儿 傅乐生 你好呀 周深先生 是我失礼了 我 我已经不再是下人了 你的手在动 谁见到你这种大人物 都会紧张吧 你可以先放手吗 这次我不会再放手了 父亲 请问我的女朋友 冒犯你了吗 女朋友 这位是我女朋友傅乐生 很抱歉 没有及时通知你 是吗 她说的是真的 嗯 父亲 她的性子软 你别吓着她了 既然是女朋友 记得带回家看看 我会的 走吧 等等 傅小姐 你的手指破了 记得去处理 周深辰 你怎么来了 她身上怎么带着这么多久 不让我先进去吗 现在 太晚了吧 有什么事情不如明天再说 我就要再今晚说 那 还是说你有什么不方便的 那 周深辰 我醉了 我有点不太舒服 算了 我投降 好 说吧 这么晚来找我 到底有什么事啊 你和她一点也不像 你说什么 夏琪啊 她的名字叫夏琪 你 怎么样 觉得 熟悉吗 这名字听起来很普通啊 说吧 找我 到底有什么事啊 周深辰 你说话 夏琪说谎的时候 我下一世要下嘴唇 那 你喝多了 我去给你倒杯水 醒了 今晚周深锦盯上 那又怎么样呢 这魏巢不是一件好事啊 至少 她看起来不是那么讨厌我 她不讨厌你 你很高兴 我没什么高兴不高兴的 她不讨厌我 对我们的计划更有利 不是吗 我们 不好意思傅老师 我听不懂你说的是什么 是我 误会了吗 你今天当众给我解围 我以为 我们会继续合作的 不是吗 不过 我不需要压缝集团 周深桓 什么 怎么 你收集的信息中没有这个人 有啊 我知道她 她是周深锦名义上的叔叔 掌管着亚丰集团的分公司 但似乎 她跟周深锦的关系 并不好 你只说对了一部分 她之前因为收受贿赂 被周深锦赶出了公司 这两年没什么动静 看起来像是在子公司洋浪 但其实私底下 她的小动作可是一直不断 你的意思是 她会是颗不错的棋子 当然 前提是 你是个好的棋手 你放心 对付这种老狐狸 我还是很有把握的 周深沉这几年 到底经历了什么 你没事吧 没事 付了声 行软 将会是你复仇计划中 最大的一会 记住我说的话 不要相信任何人 不过我 可是我想要相信你 听起来真感动 但 也很愚蠢 保持警惕 别让我失望 哦对了 今天晚夜 所有人都知道 我说你是我女朋友 所以要继续和我扮演情侣梦 但 会不会对你有什么影响 你不用担心我 反倒是你 嗯 多担心担心自己 你在嘲弄我 晚安 朋友 周深沉 嗯 附洛生 我说过 星空交响乐团是你最后一次经 你搞砸了 现在给我收拾东西走人 阮小姐 乐团迟到的事情 你不如问问苏菲 你又想把责任推卸给别人 这倒不是 我那天联系了乐团经纪人得知 有人利用我的名义 通知乐团改了演出时间 我当时发了几张照片过去 他们一眼就认出了 就是苏菲 这个回复的邮件 就是证据 至于这件事到底还有谁参与 阮小姐大可以查下去 只是 您确定要继续查吗 五点五十九分 很好 就是现在 阮小姐 我到底是哪里做得不好惹怒你了 从面试当天你就开始针对我 请你自重 你说什么 阮小姐 我说 请你保持 一个豪门小姐应有的教养 你 四 三 二 一 你 你们在做什么 姐 你怎么来了 把头抬起来让我看看 咱们做个这样 阮小姐 阮小姐 对不起 是我做错了 我刚才不该顶撞你 对不起 顶撞 我倒觉得你没说错 阮大 私自查手人事部的事情 在办公室区域内动手 阮大 你真是让我感到惊喜 姐 你就为了这个女人 这么说我 我是你的未婚妻啊 那就请你记住你阮家大小姐的身份 还有 我警告你 没有人能在我的眼皮子底下的手间 如果有下死 马上给我走的话 出去 听见了吗 虽然我确实是在利用周深井 但没想到 她竟然会如此直白地训斥软纳 对于软纳 把你强行调来市场那件事 公司会给予你补偿 什么 明天 你去财务部报道 谢谢 附罗舍 过来 起的服药 这又不合适吧 我看阮小姐已经误会了 不想要就丢掉了 附罗舍 附罗舍 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 周深沉 这就是你说的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看来她已经知道了下午发生的事情 但是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你有想过这样做的后果吗 反正我已经被注意到了 不是吗 周深沉 我知道你在 喂 你好 傅小姐 我是王杰 你找我 有什么事吗 先生想要请您来参加周深家举办的舞会 什么 啊 傅洛舍 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 那个地方 别怕 傅小姐 你还在听吗 啊 我在 我在 我在听 午会的时间是一周后 我会派人来接你 看来傅老师已经做好参加午会的准备了 不是有你跟我一起吗 或许你觉得你今天的计划天衣无缝 我觉得我没什么 但你要知道 想查一个人 总有千万种办法 什么意思啊 晚安 记住我说的话 紧张吗 紧张 但是我做好了准备 看来你的麻烦来了 周深辰 谁让你这种身份的人来参加这次宴会的 而且还带着这种不懂礼术的你 是王特助邀请他来的 至于我 我也不知道 阮小姐你身份高贵 你不知道吗 你说什么 阮呢 是我邀请傅小姐来的 你有问题吗 姐 你怎么能 傅小姐 很抱歉给您带来了不好的体验 没关系的 周深先生 这杯酒算是给你赔罪 叶芝 龙舍兰 我觉得你会喜欢这个味道 周深姐明明知道 夏芹的叶芝过敏 她在睡 既然是周深先生推荐 口味一定很好 我尝尝 你喝了 有什么问题吗 你没事 应该有什么事吗 挺好的 那傅小姐 希望你接下来好好享受这场舞会 嗯 真的没事吗 啊 没事 还好 我提前服用了抗米药吗 傅老师 可以邀请你 跳一支舞吗 乐意至极 看来傅老师太美了 吸引了主人的全部母 周深先生 愿意盯着我们看 我有什么办法 我是把她的眼睛挖出来 还是一枪打死她 那就提前预祝傅老师 请想事成 狩猎 狩猎开始了 这位美女 你是特意来找我的吗 当然 很好 你要干什么 接下来的话 可能需要你清醒的听我说完 你知道这是哪里吗 你敢拿枪对着我 先别生气嘛 柏塔公司生产的格洛克42号 不错的手枪 不是吗 你到底是谁 你究竟想要干什么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可以做你的盟友 如果我不愿意呢 如果不愿意啊 那你只能失去在亚风集团 扬眉吐气的机会了 周深井明天早上 也会收到 你利用亚风分公司 从事黑色产业的证据 你猜 我猜 对于私底下搞小动作的人 周深井会怎么做 你敢危险我 我猜 你一定会做出选择的 对吗 果然是 能够跟周深井搭上话的女人 准确来说 是周深井主动跟我搭话的 这里说话不方便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聪明人 我会在合适的时机联系您的 周深先生 你在给谁打电话 你在给谁打电话 回答我的问题 我在处理非常重要的工作 阮小姐 容我提醒你 你现在的行为非常不专业 抱歉先生 汇款进程 我稍后查询之后再告诉你 阮小姐 你这么特意过来打扰我工作 请问你有什么吩咐吗 明天早上九点 把公司的账目核对一遍给我 傅洛生 你最好别让我抓到你的把柄 你知道的 我在盯着你 我很清楚 抱歉 傅小姐 让你久等了 你迟到了 整整三十分钟 没关系 我们现在来聊聊正事 关于上次的提议 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关于这件事情 与周深井为敌 承担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 不知道 除了上次你答应的 我还会有其他的好处吗 果然是个老狐狸啊 周深先生 不妨看过他之后 我们再谈 周深先生 你怎么会有我公司的账目 我自然有我的手段 周深先生 你应该不希望这份有问题的账目 出现在周深井的办公桌上吧 你应该把我当成一个对等的合作伙伴来看待 而不是一个随意拿捏的女人 现在我们再谈谈 我现在总算是有点明白了 那个人为什么会觉得你很特别了 哪个人 为了表示我的合作诚意 傅小姐不妨先看看这份文件吧 告辞 合作的还顺利吗 周深辰 你怎么在这里 我可没有告诉你今天的见面地点 你可以当作是对合作伙伴的关心 或者你也可以当作是我和担心 怎么样 周深华那只老狐狸给了你什么 要封集团内部的核心账目 或许我们可以做点手脚 虽然不至于扳倒周深井 但是至少可以让他心烦一阵 然后趁他心烦的时候 你就可以做其他的事 就是这样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吗 永远不要相信任何的 尤其是周深华这只老狐狸 我知道 所有人都是我复仇道路上的棋子 只是这样的操纵人心 让我感到疲惫 小姐姐很快一切都会结束了 如果要做什么呢 还需要一些资料 只是那些资料 几乎都是围绕着运物 好吧 我得找机会进入周深井的办公室 你怎么知道我家地址 长华路二百零五号 赶快回来 你是谁 你怎么知道我家地址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 我接电话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周深沉 周深沉 驾驶 这么惊讶吗 你骗我 抱歉 我只是想给你个惊喜 帮你庆祝生日而已 周深沉还记得我的生日呢 不对 为了避免麻烦 所有的档案 我都填的不是今天 他怎么会知道的 你记错了 今天不是我的生日 是吗 关于你的事情 我从来都不会记错 周深沉 今天真的 今天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 这是礼物 礼物 什么 什么 他真漂亮 嗯 是 是 快 哪能不能 图 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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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是我吗 不要看他 看我 喂 抱歉 这么晚打扰你 傅小姐 请您立刻来一趟公司 先生在等您 现在吗 现在 不太方便 车已经在您的公寓楼下 先生交代过 今晚必须到 如生子 还是一如既往地霸道道 令人讨厌 但是 这是一次绝佳 潜入他办公室的机会 容我提醒你 先生最讨厌等待 抱歉 我可能要去公司一趟 现在 这神井 说有紧急的事情找我 车已经在楼下了 好 我等你回来 嗯 周生先生 佛 佛罗商 是的 您看上去似乎不太舒服 你是在担心我吗 我只是 过来 来这里 您发烧了吗 需要我帮您叫医生吗 或者王特助 别走 我求求你别走 你还好吗 不 我还不好 可是你不知道 夏晴 我好想你 夏晴 我好想你 夏晴 别离开我好不好 周生先生 您是不是认错人了 您刚才在叫夏晴 需要我帮您叫他吗 我 也找不到他的 怎么这么烫 别走 让我抱一会儿 我只是想和您说说话 您想说什么呀 周生先生 叫我周生气 周生先生 我讨厌周生这个姓氏 为什么 自当我周生气 被关上这个姓氏 我的生命中就只剩争强 我不能相信任何人 也没有任何可以亲近的人 一眼靠了他 船 你还好吗 周生气 来不及判断 这可是难得搜查周生气 办公室的好机会 这是 维米尔的话 但这不是周生气 喜欢的风格 你在做什么 周生先生 您醒了 我问你在做什么 我随便看看 参观一下 坐在 维京纳琴前的女子 这幅画 是我辗转了整个欧洲 求她的维米尔的真迹 这是她最喜欢的画家 我 这幅画里 藏着我所有的蜜 但没有人能打开它 因为这把钥匙 在我心里 我有没有和你说过 你的眼睛很像的 看见你 我总觉得他还在这个世界上 我不是别害怕 我的双手虽然算不上干净 但我去永远都不会伤害下枪 也不会伤害你 没有伤害 他果然还是那么好心 你看起来好多了 我先告辞了 夏天王 生日快乐 秦燕哥哥 是我 小秦 这么晚了 发生什么事了 没什么 就是觉得 有点累了 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 我不希望 你的生活中只有仇恨 嗯 我知道 但是现在 我好像无路可退了 小秦 别担心 别担心我 你就是觉得 事情的发展 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说到这里 关于当年的事 我觉得有些蹊跷 蹊跷 什么意思啊 没事 我会再去调查的 小秦 记住 无论什么时候 你都不是一个人 我知道 不管我做什么 齐远哥哥都会一直支持我 而且现在 还有周深沉 好了 早点休息吧 晚安 还有 春雨快乐 谢谢 有人来了 傅小姐 没想到您今天来得这么 财务工作 一直都很繁忙 这样 王特珠今天过来 是有什么事情吗 我是来感谢 顾小姐昨晚对先生的照 这个都是我作为员工 应该做的 要是没有什么其他事情 我现在可能要出去 买杯咖啡 慢点 怎么了 傅小姐的提包款式很漂亮 我最近正好想买包 送给我女朋友 建议让我看看 王杰这是在怀疑我 不介意啊 没关系 还要看看吗 过了傅小姐 我已经完全记住了她的款式 很漂亮的手工 谢谢 王杰似乎对人有的怀疑 但我已经不止好运气